玉礼镇公所举办玉礼圣诞祈福报家音游行 由玉礼镇各基督宗教团体协同庶民圣诞老公公带着平安与祝福 透过歌曲发放糖果饼干等小礼物 把温馨的祝福传递到玉礼镇各个机关团体单位 为这个寒冷冬天增添浓浓的节庆气氛 玉礼镇公所上午9点开始办理玉礼圣诞祈福报家音游行 由玉礼镇各基督宗教团体与同庶民圣诞老公公带着平安与祝福 透过歌曲发放糖果饼干等等的小礼物 将温馨的祝福传递给玉礼镇各机关单位团体 为这寒冷的冬天增添浓浓的节庆氛围 今天邀请大家一起到我们各机关学校部落以及文件站 报家音唱诗歌一起分享圣诞节的快乐气氛 在此我也谢谢各位教会的热情参与 才能让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 每一年都会来到玉礼分局向新谷的玻璃市送上温暖的祝福 玉礼分局的同仁也感到很温馨 一早也到大门口来迎接 甚至说一些卫民服务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更多的需要是说地方民众给我们一个协助 那我相信今天来帮我们分局报家玩家以后 我们相关的一些业务 以及我们同仁的一些相关的生活 都一定会更圆满更顺利 在这边也感谢各位 玉礼天主堂刘亦峰宣布 玉礼基督长老教会灵笛牧师 以及利恩教会高熙荣牧师 带领着教友们齐聚玉礼镇公所 以欢笑和诗歌声浪揭开报家音序幕 把圣诞节的欢乐与福分带给每一个人 记者高雄双玉礼镇采访报道